凤凰美洲新闻友 齐心同创 富足未来 富国银行 地图表 华人独家代理 李新华翡翠京城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让Stay Farm和奥车曼保护你 向更好迈进 世界品味 东方魅力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联合赞助播出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凤凰美洲快讯 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头条新闻 马来西亚军方称 他们透过雷达 侦测到失联的马航客机 曾经在马六甲海峡上空飞行 目前 马来西亚 越南和中国等国家 已经派出10架飞机 33艘舰船参与搜救任务 但都没有实质性的发现 另一方面 克里米亚议会11号通过 克里米亚独立决议称 一旦3月16号的全民公爵 通过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的决定 克里米亚将会宣布成为主权独立的国家 并且申请成为俄罗斯联邦的新成员 好 更多的新闻内容 请继续留意我们晚上为您播出的 凤凰美洲新闻 在国航响云 地球公转 我的节奏自转 享受云端 自在国航 我这个人呢 非常注重生活品质 又爱户外运动 工作之余 我喜欢跑跑步 呼吸新鲜空气 听听小鸟叫 我觉得跟大自然接触 是件特美妙的事 当然 除了戒身之外呢 我也非常注重饮食 每天一杯大甜豆浆 补充营养 大甜豆浆 是我生活质量的保障 2014Fusion 有人换车为了燃油效益 有人换车为了性能表现 有人换车为了科技配备 也有人换车 只为了一个简单的理由 就是目不转睛 爱不释手 购买福特Fusion的理由 有很多 您的理由是什么 现在租赁 2014Fusion 今天就光临南加州 福特汽车经销商 好 欢迎您回来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全美各大主流媒体的新闻消息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 范因斯坦今天公布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 曾于今年1月 对于一个为美国国会单独设立的电脑网络 进行过不当搜查 范因斯坦还表示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 从未曾潜入中情局的档案 或者是入侵其电脑 听取有关拘留和审讯的内部报告 然而中情局搜索国会电脑网络 此举可能也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 以及其他的联邦法律 他要求中情局道歉 并且表明其所进行的搜索是不恰当的 经济消息方面 麦当劳周一称 2月份该公司的全球销售额下滑0.3% 其中美国市场的销售下滑1.4% 因此麦当劳美国地区新推出一款自制汉堡用餐计划 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顾客来麦当劳用餐 新计划允许顾客选择自己喜爱的面包奶酪的种类 还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来选择不同的配料 该计划目前在南加州开始适应行 麦当劳管理人员称 该计划前景良好 但是要在全美14000家连锁店和许多加盟店实行 还需要一段时间 健康方面 欺凌一直是美国校园里常见的问题 最新的科研显示 不管是受害者还是欺凌他人的肇事者 都有比正常学生更大的自杀倾向 美国的科研人员在超过40起临床研究后表示 那些欺凌他人的肇事者 本身多数是曾经遭受欺凌的受害者 而常年的心理阴影 导致他们需要透过欺凌别人而得到平衡 而这点与近年来在网络上出现的欺凌现象尤其吻合 据了解 美国社会内每天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 欺凌事件 从普通老师到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 都呼吁制止校园的欺凌事件 教导学生 见到欺凌 不要视而不见 而要帮助制止 好 让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相当清楚啊 但是号码会变吧 免费保留燃料号码呀 一个月 四块九毛九起 iTalk BB直播全球和全美 只需四块九毛九起 坐机手机均可拨打 快打热线 18774825522查询优惠详情 2014Fusion 有人换车为了燃油效益 有人换车为了性能表现 有人换车为了科技配备 也有人换车只为了一个简单的理由 就是目不转睛 爱不释手 购买福特Fusion的理由有很多 您的理由是什么 现在都立2014Fusion 今天就光临南加州福特汽车经销商 好 欢迎您回来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各大平面媒体的消息 科罗拉多当局10日宣布 大麻销售在该州合法化后的第一个月 为州府带来大约200万元的税收 这是全世界首份有关娱乐性大麻经济效益的正式统计 科州州税局称 1月大麻销售创造的税收总额为201万元 这意味着共有价值1402万元的娱乐性大麻售出 科州在2012年就已经通过对大麻合法化的立法 但是正式开始商业销售则是在今年1月 另一个对大麻合法化的华盛顿州 也在2月开始大麻的销售 10日公布的一份最新民调显示 全国无医保的成人人数 现在正跌至接近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的最低水平 盖洛普与健康之路幸福指数调查发现 在距离建改法交易市场登记截止日期 31号仅剩三周之际 今年到目前为止没有医保的成人比例 由去年最后一季的17.1%下降至15.9% 相当于享有医保的人数比原先增加大约300万 机构总编纽波特表示 这一进展可能与建改法的实施有一定的关系 好一起来看一下来自加拿大方面的消息 加拿大总理哈珀目前正在韩国访问 他将会与韩国总理朴槿惠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这是加拿大第一次与东亚的太平洋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也是加拿大今后与其他亚洲国家之间贸易关系的模板 因此受到特别的关注 然而由于与韩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之后 将会取消对韩国车6.1%的进口税 对此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的负责人迪诺奇奥多说 业界对于加拿大汽车产业非常担忧 这意味着将有33,000名加拿大汽车工人将会失去工作 而这些人当中大多数是在安大略省 好又到了距今华尔街的时间了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中文投资网的金融分析师温润王 为你提供的最新股市走向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周二 欢迎大家来到CIX距今华尔街 那么昨天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大麻类的板块呢 再度的出现了一个疯狂的攀升的行情 那么最近两天我们都知道有一些FUEL SEAL 像FCEO、BODP、PLUG等这些替代能源的概念 可能出现了一个非常火爆的行情 特别是两支NASDAQ、BODP和FCEO 这两个股票和POUG 这三个股票都出现了一个逼空的行情 虽然这些公司有的还没有盈利 但是他们的火爆行情吸引了足够的投资人的眼球 现在大量的资金都是从散户的account进入这些板块 而且出现了一轮逼空的行情 那么昨天一个行情值得我们关注 因为我们投资人要买股票肯定不是chase追一些已经上涨的股票 而是要发掘即将启动的一个板块 那么昨天的大麻类的板块像FETO、PHOT、MJNA、SINGLEPOINT、ILIV 还有很多的这种类似的一些LATF等的图形来看的话 都非常不错 那么这两支呢 今天我要推荐两支股票 其中一个股票呢曾经是我们的一个商业客户 是SINGPOINT代号是SING 还有一个呢并不是我们的商业客户叫做FETO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FETO的股票的图形 我们可以看到FETO的图一来看的话 它正在接近前期的一个高点 当它如果break这个前期的高点的话 那么它非常可能触及今年历史上的一个新高一块钱 那么可以说它的市值呢 可能达到4亿美金甚至6亿美金之多 那么很多朋友问我到底是做什么的 其实啊我不知道 我朋友最近告诉我说 一盎司的大麻呢 在美国呢可以卖600美金 大家想想黄金可以卖多少钱 黄金是1350块钱一盎司 也就是说这个大麻它的价值啊 如果你会中这个大麻的话 无疑是自己在产黄金 等于你是在吃黄金对吗 那么当然呢随着大麻的解禁以后呢 大量的这个大麻呢可能功过于求 因为真正抽的人呢并不多 我根本就从来不抽大 我也不知道是大麻什么味 所以大家不要联想 我只是跟大家讲这个以股谈股 不是没有任何遐想 因为现在很多老钟呢 已经接受能够玩大麻的股票 我们VIP里面非常火 但是呢我想跟大家说呢 这个FATO呢这个股价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主要是做grow这个 就是说大家可以在家里种 也可以放在这个温室里种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种大麻 那么FATO它做了很多retail shop 第二张图呢就是它的最近的业绩 成长得非常快 那么我想要告诉大家呢 就是FATO的这个业绩增长非常快 而且它是主要为这种想种大麻的朋友呢 圈圈挖地提供材料 犹太人说过一句话 挖金的朋友总会死掉 而且不一定会成功 但是给挖金的人准备 这个器材啊一定是赚钱的 所以FATO它的成长 以及它的整个的这个布局啊来看 已经显示出一顶的 在一百一两百只这个大麻类的板块当中 显示出一点龙王的气象来 这个非常重要 也许它就是未来的大麻类板块的龙头 下面呢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个 另外一只股票 S Single Point 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 在年初一给大家很多投资人 我们的VIP 我们的凤凰卫视观众 带来了接近超过 百分之八百的一个回报 来我们看一段新闻 来讲一下今天早上九点十分 Single Point发布的一条新闻 谢谢 Single Point股票代码SING 宣布已于World Wide Internet 股票代码WNTR 及其附属公司Green Company Holdings 达成合作协议共享投资组合 把握应用大麻领域的移动营销 和移动支付的机会 达到提升营收和增加交叉 营销机会的效果 SING首席执行官表示 进入潜在的数十亿美元的大麻市场 可以增强公司信誉 还能为公司增长提供其他垂直合作 OK 大家可以看到SINGLE POINT 今天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而且从图形上 今天可能一触即发 直接冲击八分前的一个前期的高点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可以多关注 这两支在大麻类板块当中 非常可能崛起的领头股 一个是为大麻行种植业提供设备的一家公司 或者说提供器材的一家公司 另外一个是为大麻种植业提供付费的 因为很多人带着现金 他需要通过手机付费 或者说另外一种付费的方式 来解决这个问题 好 感谢大家收看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凤凰每周快信的全部内容了 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继续收看我们晚上为您播出的 凤凰每周新闻 如果您想要回看今天新闻的精彩内容 请上我们的凤凰网站 iphoneus.com点击回看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